历代至下 第三十章 西西迦派人走遍以色列和犹大 又写信给以法连人和马拿西人 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来守于月节 纪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因为王和众领袖以及耶路撒冷的全体会众 曾经商议要在二月守于月节 但他们不能如期守于月节 因为字节的祭司不够 人民也没有齐集在耶路撒冷 王和全体会众都认为这计划很好 于是下了命令 通告全以色列 从别士巴直到但 叫人民来耶路撒冷守于月节 纪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因为照着所计的定律 举行这节的人不多 信差就带着王和众领袖发出的书信 走遍全以色列和犹大 照着王的吩咐宣告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应当转向耶和华 亚伯拉罕 以萨和以色列的神 使他也转向这些在亚述王手中逃脱的渔民 你们不要像你们的列祖和你们的亲族 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以致耶和华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的对象 就像你们自己所见的 现在 你们不可顽固 像你们的列祖那样 要顺服耶和华 进入他永远分别为圣的圣所 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他的列祖转离你们 如果你们是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亲族和儿女 就必在俘虏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可以返回这地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是有恩惠 有怜悯 如果你们归向他 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信差从这城到那城 走遍了以法连和马拿西各地 直到西布伦 那里的人却戏弄他们 讥笑他们 可是在亚瑟 马拿西和西布伦中 也有人愿意谦卑 也有人愿意谦卑来到耶路撒冷 神的能力也帮助犹大人 使他们一心遵行王和众领袖 奉耶和华的命令发出的吩咐 二月 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 要举行无效节 集合了一大群会众 他们起来 把耶路撒冷城中的祭坛 和一切相谈 尽都除去 抛在吉伦西中 二月十四日 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和立位人都觉得惭愧 九次节 把梵祭带到耶和华的殿里 他们遵照神人摩西的律法 按着定例 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祭司从立位人手里 把血接过来 撒在祭坛上 因为会众中 有很多人还没有自节 所以立位人 必须为所有不节的人 宰杀逾越节的羊羔 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 成为圣洁 原来有一大群人 很多是从以法连 马拿西 以撒加和西布伦来的 还没有自节 就吃逾越节的羊羔 不遵照所记的定例 因此 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 凡是立定心意 专一寻求神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 虽然没有照着圣所洁净的礼 自节 愿良善的耶和华 也饶恕他们 耶和华 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 就饶恕众民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都十分欢乐地守除孝节七天 立位人和祭司天天赞美耶和华 用响亮的乐器赞美耶和华 西西家 未免所有善于 侍奉耶和华的立位人 众人吃节宴七日 又献上平安祭 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全体会众商议好了 要在手节旗七天 于是他们欢欢喜喜的 又举行了七天 犹大王西西家送给会众公牛一千头 羊七千只 众领袖也送给会众公牛一千头 羊一万只 并且有很多祭司自节 犹大的全体会众 祭司和立位人 从以色列来的全体会众 以及在以色列地寄居的人 和在犹大寄居的人 都非常欢乐 这样 在耶路撒冷 有极大的欢乐 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的日子以来 在耶路撒冷 都没有像这样的欢乐 那时 立位支派的祭司起来 给人民祝福 他们的声音蒙了垂听 他们的祷告 达到天上神的圣所那里 在这里 我们这个地方 去作词 弟兄写 按捞 内 Baker